男子被好幾名壯漢嫁住狠狠勒住脖子 表情痛酷 臉都脹紅 不停哭喊 遭到邦嫁 家人見到這畫面 心都碎了 焦急報警求助 警方火速歹人 瞄準時機 破門攻堅 奇怪的是 人好端端的 還和報案中的綁匪們住在一起 究竟怎麼回事 原來28歲越南集團系男子 來台打工卻缺錢花用 竟然將崴腦筋動到媽媽身上 活動其他4名外籍移工 自導自演拍攝自己被綁架的影片 要求匯款30萬元才能將人放出 原在越南的母親嚇壞了 聯繫自己在台灣的未婚夫 幫忙報警救人 新北中和警方調閱監視器影像 找到移工 他不僅沒被綁架 還悠閒的在路上散步 自導自演是詐欺案件 預測其遠在越南的母親結婚之際 詐騙兩人財務 祝賢導演兼演演員 綁架案玄疾變成詐欺案 連同零演移工全被依詐欺罪嫌 依送法辦 這下可要好好想想 該如何向媽媽解釋這場鬧劇 解章又此分享 喬心北報道 我是方彥迪 主播工作讓我學習 傾聽所有人的意見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斷 也許我們無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從新聞裡看盡每一道風景 我是方彥迪 請您鎖定中式YouTube頻道 記得要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哦